讲开这个车 在订阅中有朋友问 他说问两只ETF 2845和3162 他说哪一只是比较正宗的电动车概念ETF 两只都正宗 在你身上我有3162 就是南方智能驾驶 因为两只相关ETF 首先它是上、中、下游都有 除了电动车概念之外 也有电池之类的 变成是比较广阔的 另一件事就是 它不只是投香港 它是买世界各地 你说内地的可能会有宁德时代 美股的有Tesla 不同地方都会有的 所以这位观众说得很好 如果你说我很怕电动车的单一风险 可能是个股的风险 反过来你可能买一些ETF 大包围了 相对来说你的风险又会分散了 所以我觉得中长线 我自己立身了 3162我也是预计了中长线 设计这个电动车整个赛道的大 我想245都可以的 分别不大 纯粹是看你喜欢选哪一只 你说245的胸心 那个较大 你便选择3162 有些朋友不是的 我喜欢越大越买的 你便选择245 差别不太大 两只走势 或者都比较相近 相近的 你不会看到太大分别 当然你说 为何这个股票好像245长 因为245先出现 ETF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了 反而你说3162应该是今年才出现 所以历史走势就相对比较短 但你看到形态不会有太大分别 你刚才说到 也是你看好电动车的概念 就是你中长线看好这个概念 其实你觉得这个声势会延续到多久 我想真的看一个周期 我觉得你说 之前不是那个明明的电动车 跟市场跌下来的 但是因为跟市场跌下来 市场不遭 但是你看到跌下来 又会冲上去的 你看到比亚迪好 Tesla好 全部都是大涨小回 大涨小回 我想整个故事应该都有一段时间没完 始终你说电动车 在全世界的渗透率还是低的时候 你会看到不少公司都说 做电动车 Apple又说做 现在最新的小米又说 我2024有的 很多人来认清要做电动车 大家都会抢的 当然你说 那么多竞争的时候会不会分薄了 但是我觉得这些位置 就未去到分薄的阶段 还是大家在做大个饼的时候 所以我想 这些整个大浪 我不敢估计几时结束 但是我认为 A.C.D.E.的位置入场还可以 是 好 还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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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